运动员中谁最有钱,爱炫富的梅威色锦第六,乔丹第二,第一名来自中国运动员,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人群之一,他们凭借着出众的体育天赋让自己闻名世界,无论是从事篮球还是足球,亦或是拳击运动,只要你能够在该领域成为最拔尖的人物,那么收入就一定不会太低,像NBA球星科比身家就高达5亿美元以上。 不过他并不算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运动员,下面盘点一下世界上最富有的六位运动员,詹姆斯第五,乔丹第二,第一位是中国人,六,梅威色,作为当代最著名的拳击运动员,梅威色锡击能力十分惊人,光是与嘴炮的一场实际大战就让他收入了2.6亿美元,在他的拳击生涯中,梅威色总共收入将近9亿美元, 尽管他花钱十分大方,不过作为一名善于理财的运动员来说,炫富只是他赚钱的一种手段而已,他的财富将继续高速增长。 5.贝克汉姆 作为绿音厂商的帅哥,贝克汉姆是一位能力出众的足球巨星,英俊的外表让他被球迷称为万人迷,商业广告接连不断。 除外,贝克汉姆拥有一位十分能干的妻子维多利亚,两夫妇一起拓展自己的商业帝国,如今贝克汉姆的身价已经高达10亿美元左右,是世界上最富有人之一。 4.詹姆斯 总的来说篮球运动员,相比于足球巨星,的工资要稍微低一些,不过詹姆斯作为NBA联盟第一人,如今年薪,高达3300万美元,他大部分的财富,来源于投资与代言广告,让他身价发生暴涨的事与耐克签订终身合同,这让他的身价超过了10亿美元。 他已经展现出悲凡的投资眼光,将来势必会赚得更多财富。 3.老虎伍兹 作为高尔夫球的代表巨星,伍兹已经连续7年蝉联世界收入最多的运动员了,或许有人会疑问为何高尔夫球并不如篮球足球受欢迎,伍兹工资却那么高呢?原来高尔夫球可以称为富人的运动,在这个圈子根本就不缺钱。 物资收入能够力压詹姆斯等人也是在情理之中。 2.乔丹 乔丹作为NBA历史上最出色的篮球运动员,他的经商能力也十分出色,尽管如今他的年收入都要完胜于其他现役NBA巨星。 乔丹的主要金钱来源于耐克旗下的乔丹非人品牌,光是依赖耐克公司乔丹就主要分红上亿美元,再加上其他行业的投资,乔丹如今身价高达20亿美元。 詹姆斯想要追赶乔丹,还是有一定的难度。 1. 李宁,作为中国的体操王子,李宁在运动员期间,并没有挣得多少金钱,不过他拥有敏锐的商业头脑,他开创了李宁体育公司。 如今市值已经高达80亿人民币,在数十年的财富累积中,李宁如今身价早已高到60亿美元,是世界上身价最高的运动员,就连乔丹与詹姆斯等人都远远不及,李宁品牌如今已经走向世界,李宁的财富也将进一步增长。